膝盖大伤深入骨髓的伤痛还完全没有散去 手掌破皮见了肉 耳朵感染的治疗刚见强效 换作是你 还会有经历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吗 可贾马尔穆雷就是在这种痛苦之下 在总决赛G3哄下了30加3双 然后在总决赛G4延续状态 拿下15加12的经济两双 带队完成了3比1的领先 至于为什么能够如此的能忍 面对记者的镜头他想了一下 然后总结了两点 总冠军对我的诱惑很大 再说我也已经习惯了面对疼痛 没错在穆雷的记忆里 忍受疼痛就是必修课 从三岁练球开始 穆雷就被爸爸罗杰虐待 在加拿大寒冷的冬天 他得顶着零下30多度的天气去户外加练 截了冰的球场让他几次滑倒 可爸爸却告诉他得用力撑住 这是在训练他的腰部核心力量 到了夏天 穆雷就得光着膀子疯狂的做基础训练 为了保证动作标准 爸爸会在深蹲时 在他的腿部放热茶 如果偷懒 烫的就是他自己 用穆雷的话说 爸爸的训练方式完全是军事化管理 自己从小练就的 从不只是技术和心态 身体的磨练才是最记忆犹新的东西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 2020年2月 在上半场扭伤脚踝之后 穆雷下半场用绷带紧紧缠住 然后16中时拿走23分 21年4月 在左膝十字任带撕裂被迫离场的时候 他拒绝被抬上轮椅 然后自己绷着回到更衣室 今年戏绝之前 穆雷换上了耳部感染 不仅疼痛难忍 甚至影响了听力 但他没有选择抓紧治疗 反而坚持登场 4比0带走胡人 总决赛这三 他的左手手掌被划破 一大块伤口没了皮肤覆盖 鲜红的肉就这样露在外面 这种疼痛可想而知 但那场比赛 他和约吉奇一起拿下了30加3双 2021年受伤手术 躺在病床上的穆雷 其实也很担心 毕竟十字任带这种伤病 是毁灭级别的 但面对镜头 他还是很坚强 不就是疼点吗 没有摧毁我的 会让我变得更强大 如今早已变得更强大的穆雷 在总决赛 3比1领前对手 他真的要做到当年的承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脸